请收看惠律法师博学讲座 我先掌握时空 因为这个时候讲你 你才听得进去 要到第四天 要整天的 已经睡觉了 嘴巴还在念 一个人睡觉 还会继续念的 真的 那种功夫是不得了的 因为累到已经说 上人我很尊敬 也麻烦你下台 因为你会很累很累 所以说有智慧的人 在对着时间 对着空间做对的事情 所以趁里面还没有入 睡觉三密定的时候 赶快讲几句话 那明天来就看你们 再来 你今天来 你要抱持一个健康的态度 也就是我今天来 我知道师父很忙 我知道讲堂的法师很忙 那么你们一定要 替师父想想看 我一个人 那来上千的人 我没有办法 面面周到 面面周到 有一个孕妇啊 有一个孕妇啊 快生了 后面又背一个 后面又背一个 那个雨伞啊 太小了 出去啊 刚好啊 怎么样 碰到下雨 碰到下雨 然后拿着一个雨伞 很小 然后他如果往前面 一挪 后面啊 弟弟啊 已经背在背后的 就是妈妈 我淋到雨了 他就 又拿到后面来 然后肚子里面 那个小宝贝 又很大嘛 很大嘛 对不对 那个小宝贝 也跟妈妈讲 我也被雨淋到啦 这个雨伞啊 拿前面啊 这道肚子 拿后面呢 这道儿子 对不对 这个叫做 顾此思彼啦 顾此思彼啦 因为雨伞太小了 往后面挪呢 可以 可以啊 遮到大儿子 可是小儿子淋雨啊 对不对 去照 光是宝宝啊 是男孩子啦 对不对 如果遮前面的肚子 后面的哥哥 被淋到了 就顾此思彼 所以你们今天来这里 一定要发一个大慈悲心 就说讲堂 在这么忙的法会 千万不要对讲堂 有任何的牢骚 抱怨 我们的饮食会尽力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 个个照顾 师父如果没有跟你讲道话 你也心里不要说 不舒服 或者是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了 太多人 所以没有办法 就像你要观想一下 那个大肚子的 雨伞又很小 叫做顾此思彼啦 过头情的 我都过后边 过后边的 我都过头情 好 好 好